大家好,欢迎回到停口三人谈 我们来到了合肥新潮 探访了蔚来的第二先进制造基地 现在在我们面前摆的是 ET5 Touring的前后的电驱动总成 今天我们也请到了 蔚来电驱动研发的负责人 毕露·毕老师 毕老师给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我叫毕露 我是蔚来汽车电驱动的研发负责人 在智能汽车产业前沿观察行业变化 我是主持人,欢迎来到停口三人谈 这是一档谈话节目 每周和老朋友清华大学职业博士张康康 资深职业行业从业者朱一龙 带来第一线的智能汽车行业动态 毕老师,今天我们是要把面前这套 ET5 Touring的电驱动系统给贴到拆散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他们完整的样子 首先放在我们屏幕左右边 这个是它的前轴的 翼部的辅去电机 是的 然后在这边是它的 这个永迟同步的后桥的主区电机 这两台电驱动总成吧 应该讲它各自有怎样的特点 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大家也知道 未来汽车从最早的2015年 我们开发的240千瓦的翼部电机 到后续的300千瓦的翼部电机 到我们第一个160千瓦的同步的永迟电机 到180千瓦的同步的永迟电机 跌到这边是我们最新一代的 我们称之为150千瓦的同轴的翼部辅去电机 和210千瓦的主区的同步电机 这两个电驱动系统呢 我们给到整车呢 是提供了高性能 高效率 高静密性和高安全性 四高的特点 四高的特点 高性能的话呢 是在首先前区我们提供了150千瓦 2700牛米的5mm距 那后驱的话呢 我们提供了210千瓦 4300牛米的轮便旅居 那这也是这样的一套高性能的电驱系统 我们支持了我们车 进入到整个的四秒俱乐部 还有那个ES6和ET5也是这一套吧 是的 我们这套动力系统其实是我们全新的ES6 以及我们现在的ET5Turing 那么他们都是共用了同一套的动力组成系统 对 像刚才您讲的它的动力组成的特点是吧 我虽然我开ES6来合肥了嘛 我感觉它在外部有点特别 就是我感觉那个ES6的 它的副架的前面的空间特别大 而且还能放下 主架也能放下那个特色显示 可能就与它的这个 这个比较窄还是有关系的 我们说我们整个的电驱动系统呢 应该说我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性能的基础之上 我们如何把它做得更小 如何把它做得更轻 它其实是我们整个的在产品开发中 优化的一个目标之一 那整车的一个空间 它得以于我们整车 各个整个的系统的这种基层布置 但是呢我们在做这个电驱动 比如说我们在提供这样的150千瓦 和2700牛米的性能基础之上 在设计之说 如何把它的X方向做小 这其实是我们赋能整车 有个更大空间的一个设计的一个出发点之一 那像我们的后驱的话呢 我们从叉速器的这个输出走两端 到我们整个的这个上端的这个尺寸空间 对我们把它对这个高度 我们把它我们现在是做到165毫米以内 那这样的空间 我们把它做到极致做小 本身我们就在富南整车的后驱 后备箱的一个空间 从这个轴的位置到它的顶端 到它的顶端 对对这是我们的一个优化的一个目标之一 这个抗毛你说的这个就是HUD 它可能前仓的这个位置 是车的X方向前后的方向 对前后我们称之为X方向 然后它这边可能是做了一个同轴的设计 是吧电机跟输出轴是同轴的设计 是的是的 它得到后备箱的这个空间就会更大一些 是的 特别是ETU2RIN的这个后备箱 旅行版的后备箱会非常的重要 对是的 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啊 其实前段时间我也是有机会把这个就未来的这个ET7上面的产品拆了一下 实际我发现其实未来看上去好像二代平台 但是它内部的系统也是不停的在迭代 整个系统的效率功能还有各方面的性能其实都有了很大的提升 然后从这个目前看下来给我的一个比较大的感觉就是 整个体积是在不停的去尽可能的做小 当然我我下决心买ET5其实也是看中了我觉得这个比较合理 就是后用词大的前一步小的我觉得这是最合理的 我说那这可以终于到了一种我认为的终局状态 哈哈哈哈哈哈 就是说胖博买车需要信仰我认为是这样的 哪个这个符合我的这个配置它就是我的理想型是吧 对啊 高效率的话它还是得谢谢 我们像说了我们除了来去追求它的高性能之外呢 那我们也在追求它的高效率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是第一个来去使用在国内来去使用 胖博模块 然后呢结合我们的扁线电机 这个我们结合我们总体的这种接近度 我们做到工况效率91.5% 这是我们从胖博的主区电机 我们努力的一个怎么样把它效率这个做高 然后呢那同时结合的这个市区系统 我们说一方面呢我们追求它的动力性 那同时的话呢我们来去平衡它的经济性 也就是平衡它的效率 所以呢我们在市区下的这个辅区 我们也做了一些极致的一些效率优化 那么它最重要的话呢就是它的拖转 所以呢我们是通过我们总体的 科体一体化的设计啊 我们的整个的这个同轴式的这种设计啊 那我们让它的这个这个辅区的这个拖转 在8000转8000转大概在整车的100公里这种这种元素 行驶的时候那它总体的拖转 时候我们是做到350万以内那这个呢 是我们认为在行业内我们应该都处于非常高的一个水平 嗯那还有两高对不对高 NVHNVH它可能我们在外观是看不出来了在外观就看不出了 外观也能看出来一点我们现在在这个两个表面 其实看到我们是用特殊的一种一种复合材料 嗯那么它其实本身就是呃我们说从这个NVH产生的源头 嗯到它传递的这个路径 其实我们是在我们自身上面通过这些特殊的这个材料 我们把它NVH的这个空气传播的路径 我们进行了一个有效的一个隔离 你也说这个盖嘛 对这是我们的这个盖板 这是我们一个特殊的一个一个一个复合的材料 当然那种NVH的这种优化呢 这也是我们做一个智能高端的一个智能电动车 我们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 那这个呢我们其实采用了非常多的一个一个措施 来去优化我们整个的这种NVH 因为通常呢在车上面呢 这个EDS也是很多这个噪音的一个源头 所以呢如何从源头把噪音控制住 这其实是我们努力的优化的一个方向 对像你像这个做高端至少NVH这一块 从自研的角度去做是比较好做的 要不然的话其实很麻烦 是的是的 我们其实跟整车的生学包的这个团队的话呢 我们都是非常紧密的一个合作 那首先呢我们在开发的阶段 我们说我们这是我们的源头 我们如何尽我们的最大努力 那这样也是跟整个的这个行业的这个上下游的合作伙伴 我们一起来看怎么样来去尽我们的最大努力 先把源头给控制住 然后呢我们再来去看我们的整车的这个兄弟部门 那么他再去看某些频率段的可能通过这个空气传播的这些噪音 我是不是可以去包一些生学包 甚至说我在什么地方我来去包一个生学包 那这个呢在后期我们都会跟根据他们在一起来去合作 再来去再来去定 对像这些都属于这细节见真章的 因为从用户就来看一个电讯都好不好 他只能感受到两个东西 第一就是你的这个力量大不大 第二呢其实就是声音 你看之前咱们可点人都说 像特别是早两三年买电动车 基本上都会听到那种小叫声 他会告诉你那是电动车特有的你这个叫做不了是吧 但实际上我现在最近这半年开ET5 就是说因为ET5它整个的是未来体育中算是最便宜的一款车 它整体上的在革音方面其实是应该说相对来说是没那么多的 但是呢这个时候它是最容易暴露这些造成的 但是我觉得是完全感受不到电驱动方面的声音 对还是要感受到这个电驱动内部设计的原因 那我们可以打开来看看 讲那么多我们可以眼见为时 好呀 下一步我们就有请这个未来电驱动的技师把这两台电池拆开 我们拆开之后等它变成了一定的零件 我们再来聊好吧 我们现在看到前面的这个辅区的一部电机已经全部拆散了 这个是个为了展示轴系啊它是一套展具其他的都是我们拆散的这个零件 从这套展具上我们能明显的看到这是一个同轴的结构啊 但是你就非常的明显 它的好处能够把这个轴上的距离缩短 X方向 对 那通常呢在行业内我们能看到的像这样的一个平行轴的系统 它在X方向那基本上大概在500方面左右 那像我们这块呢做了通过这样的一个一体式同轴式的这种设计 我们在X方向呢大概在300方面左右 那包括呢我们在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壳体 其实可以看到我们在在行业内啊 或者说我们包括我们的上一代的这个产品啊 那其实电机控制器和变速箱还是一个分离式的通过螺扇来去连接 但是在我们这一代的话呢 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壳体就是一体式一体式的这种壳体 那这样也是进一步的我们说把总体的这种空间可以做得更极致 包括它下面的这样的一个控制器的壳体 请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做了一个相对来说JIL的一个概念 是的 我们把整个的控制器呢做成了一种模块 那这个模块的话呢 我们在一个结晶度非常高的一个厂房里面来去生产制造 然后呢做成整体以后再拿到这边来做到一个总装线上面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说从整个的生产厂房里面的这种结晶度的控制 它就可以做得更好 对 所以说有企业也把他们做的产品一天画的叫逆变砖 这确实像个砖头一样 在总成方面它还有哪些意思呢 总成上面的话呢 就是我们整个的通过我们整个的这个轴系 这个轴成的这种油画 以及我们说在因为它用了这种同轴的这种结构 使得呢它这个轴的这个相对来说 它的直径比较大 我们前面讲在这种高速下 我要来去做到它的整个的这种变箱里面的油 跟不要去渗透到我的电机枪体里面 那这样的对它总体的这种密封要求也非常高 所以呢我们整个的在包括我们的这个后区跟这个主区 我们都是用这种空心轴的这种结构 那在这里面的话呢 其实我们还是开发了整个的行业内 我们可以说到目前来说这个限速度最高的一个密封的一个油风 那这个其实难度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在整个行业内在我们现在来去开发 应该说我们跟一家国际的这个厂商 那一起来去做 今天我们可以说我们做到了在这样的一种直径大小 整个的这个内径的这种大小下 然后做到了60米每秒的这样的一个限速度下 能够有效的把这个密封给做出 我们认为这代行业内还是非常领先的 其他的方面我们刚刚聊了这个MVH 这个就是上盖板 这个是我们的上盖板 对 它后面的结构应该是 其实我们在这里面的话呢 我们其实是做了非常多的 怎么样来去让这样的一套MVH做得更好的一个基础 就是它总体的模态一定要做高 那模态做高的话呢 我们又不希望我们希望把它做清凉化 对 我们希望把它做薄 但是做薄的话呢 我又不希望它的模态变低 那所以呢 我们就必须在前期的这种仿真上面 怎么样来去做它更好的这种结构上的这种优化 那其实这也是考验了每一家企业 整个在这种MVH设计上面的一些基础 所以这种的就小小的一个盖板 那一方面呢 是我们总体的这种内部的结构的设计 那另外一方面呢 在表面上呢 我们刚刚所说的这种复合材料的这种开发 那这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些点滴 那造就我们整个说在这种高速情况之下 我们的MVH的一些性能 对 这个我看这边是蜂蜂状 是为了MVH考虑还是 为了MVH 兼顾着我的MVH 以及它总体的这种模态 对 总体上面是为了MVH 这个是经过仿真 这个结构是经过仿真的 是的 我们通常的开发呢 因为最重要的还是说是前期的这种仿真结构 那么在仿真上面 那就先把它给做好 把模态给做好 现在当时你们选择的时候 有哪几个备选 除了蜂蜂状之外 还有 还挺好玩的 它总体上应该说 大家都会是采用这种 这种不同的结构 可能有的会在表面 有的会在内部 以及在这种结构上面 就是不同的设计 跟你总体的这种匹配 那这块的话 就是每一家的这种 这种系统性的 这种优化的这种结构 之前我们说到这个助理的转子 这个就是拆出来之后的这个样子 这就拆出来 对 那这边的话呢 它其实是 我们说从 我们既要兼顾它 在高速情况之下 那它不能够产生 这种结构的乳变 像它这种最高转子的温度 可能会到180 190 甚至到200度 那在这种高温下 那整个的这种耐久性 我们说全寿命周期内 它不能产生结构的乳变 那这个呢 就是对它整个的 这种铝材的结构强度 就接触要求 但同时呢 我们它作为我们的一个辅区 我们对它的整个的性能 又会有要求 在高性能的情况之下呢 它就会对它的导电率 那铝的大家知道 铝相对通来说 铝的导电率要小 要差的 对 所以怎么样呢 就寻求在二者之间的 这个平衡 那这个呢 其实我们就需要 一方面呢 我们说从总体的 这种助理转子的 这个供应 在行业内 我们知道 在我们做的时候呢 行业内比较不变的 尤其要这种家电领域 他们可能都是用 这种高压铸造呀 对 在这块我们采用了 一些离心铸造的供应 但是呢 单独靠这种离心铸造的供应 在这样的大致近 在这种材料配方上面 那我们也是适用了 我们前面有说过 我们说大概是 来来或会做了 接近千根的这种丝棒 不停的来去调试 调试我们的材料配方 那最终我们得到了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优的一个平衡 我们既能够做到 16000转 整个的这种高速下的 这种耐久性 又能够兼顾 它整个的在 额定达到一定的 这种额定性能下 我们在前面 这个小的 我们是做到 30千块的 这种额定性能下 那它整个的 这种导电率的 这种优化 我们取了二者 之间的一个平衡 就是这是个铝转子 这些铝转子 转子无同 转子无同 脱走无用 肉眼可见 真的没有同 它在这里 我们看着 岁月静好 安静地转 其实它在车上 工作的时候 环境是非常恶劣的 最高转车 16000转 然后通过巨大的电流 电流使它发热 这个工作温度 可能在180 到200度之间 这个就是我们 油炸薯条 可能也就是 油炸薯条 也就是这个温度 所以的话 而且它还要承受 新的没有问题 还不够 比如说是多少年 多少万公里 也不能出问题 就是说要 整个过程都符合要求 才能够说 符合这个 对 想想非常可怕 它每秒 16000 每分钟 每秒的话 就是 两三百转 然后呢 就通过 它这里面 不停的电流的变化 下旋转 电流的变化 就是通过这个东西的 不停的开关 开关 对 这想想还是 非常的 让男生激动人心 有快澎湃动力 在指挥电流 来那个车 往前走 我觉得有 比较有意思的地方 其实就在于 整个设计过程中 从 铜到铝 其实很多的时候 整个 整体的 效能也好 还有整个设计的难度 也好 其实提高了很多 对 是的 然后我看到的东西 感叹的是 刚才也说了 它工作的时候 会让人激情澎湃 是吧 而且感叹到了 就是说 咱们以前搞发动机 其实很难的 里面又 又 又船是 又可以游 干嘛的 好复杂 是吧 一会儿一会儿去 对 有很多东西 是不是算出来的 你得经验积累 是的 然后这个东西呢 我们中国就靠这个东西 来进行的弯道超市 也许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要慢慢积累 现在的话 应该说是毫不虚策 于那些国外了 而它的原理 就特别简单 其实就是说 它那为什么能转呢 就因为这是个系列值 这是个磁铁 这是个磁铁 我只要调整它的 不同的位置 是吧 就可以了 怎么调整呢 通过电流来调整 对 怎么调整电流呢 也很简单 就像咱们那小时候 那个开关 你按一下这个量 按一下那个量 一样 就通过东西 这个东西开关 来进行这个开关 它开得非常快 对 我们中国通过 这种简单的原理 然后但是呢 要付出了很多的研发 然后通过这种 可以完全用数学物理 来描述的东西 实现了咱们 后发先制的超越 这一点也是让人很 澎湃的 其实关于这个助理专制呢 其实我们说在 用少数几个 把它给做好 这是一种 这是一种能力 但是呢 把它大批量下 然后呢 稳定的 然后呢 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把它做好 其实是另外一种能力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中间的这个细条 其实通过这个细条 来去切割它这个磁力线 那这个细条 我们说它整个的 在这种铸造过程中 它会经常 如果说我们控制不好的话 那它可能会产生这些 比如说 某些的局部的厚度的不均 或者说呢 它在局部内部 可能会产生一些裂纹 或者说它这中间的内部 它可能会产生一些断条 那这一段产生这样的断条 它里面的这个组抗 就会迅速加大 那它通过一定的电流情况之下 它的热就会急速发生 对 产生我们这个电机 被烧毁的这种可能性 所以呢 我们在整个的 就是说 跟我们在国内的这些合作伙伴 我们就一起在联合 包括我们的上游的这些材料 包括整个的这种 助力转子的这一块 那其实我们是经过了 大量的这种时间跟摸索 那调整了它的工艺 包括它的整个的这种 检测的这种方法 我们今天的这个助力转子 我们每一个下线 包括我们在定期的这种切割 我们其实做了 通过这些的一些 质量的这种保障 我们可以说 我们出去的每一个助力转子 我们都不会去发生说 中间的这些 可能会产生一些 潜在缺陷的这种可能性 这里有一个比较小的插助器 你讲 其实我们刚刚讲了 它是2700多牛的 这个猪肝牛脂 但是它也是体质上队比较小的 是的 应该讲它在这方面 它是你们是做了哪些创新的 我们把这个插助器做的相对比较小 对 这块呢 在一开始 我们也是跟我们的这个合作伙伴 我们说怎么样来去做的 在这么小的空间下 怎么样来去传递更大的一些力矩 那这块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说 从整个的这个操作器的 它的齿能强度 那另外一块的话呢 就是我们要拆 我们一般的普通的这种操作器 都是用螺霜 螺霜连接 那通过螺霜连接的话 它变成这个资金会比较大 那怎么样在做这种小的资金下呢 那我们就得要去引入一些激光环节 所以呢这边我们是跟合作伙伴一起 那就通过激光焊接的这种方式 我们说在传递这么大的力矩 情况之下 把它继续做到健康项 对 然后整体上来说 你看这个激增度 其实非常高的 以前有人说这个 没有前本箱 就是激增度低 但我觉得就是昨天开了ES6 是发现 就是说你激增度高 是能省上空间来 然后呢 ES6是把空间放给了 这个座舱空间 对 其实我觉得把空间 从前本箱移到这里来是更好 因为前本箱 虽然说也有用吧 但是使用率比较低 你不想想我们如果是 把它解放给座舱空间的话 每时每刻都是有用的 这也是说 ES6得方率高 其实与我们整个电机系统的 精神度高也有关系 直接少调这体验了 ES6又后座 对 特别尊重的享受 尊重的享受 再也就是我们在开发电机系统里面 一个优化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我们说一方面我们追求高性能 另外一方面呢 是在这样一个性能的基础上 如何把它的体积作小 这是我们在去说 我们去开发不同的技术的一个源头 把空间作小 让它自然它的重量就会下 对 是的 我们一会儿接着 我们再把这个后桥 更重要的主驱动电机 再拆开来看看 它有什么 好了 现在后桥 有一个重量电机电轴也已经拆完了 毕老师在这块的话 我们看到它跟刚刚的同轴体是有完全完全不一样的这个结构 我们虽然在X方向空间没有什么要求 但是要求小一些吧应该讲 那么在直升度方面我们也做过其他的努力吗 是的 在这块的话呢 因为我们是主驱 我们是放在了后驱 那后驱的话呢 我们如何在说我们达到这样的一个性能的基础之上 我们怎么样把Z向空间减小 那这样能够把空间上给整个的后备箱 那这个是我们一个产品开发的过程中 我们有我们努力的一个方向 所以呢就是我们做了这样的一个一体式的壳体 把整个电机变速箱和逆变器的壳体做成一体化 同时的话呢 我们把整个的这个逆变器做成独立模块以后呢 尽量把它做薄 那以及我们总体的这个集成的这种位置的考虑 那使得的话呢 使得的话我们从这个整个的这个上盖板到我们这个边轴 我们这个超气的输出轴之间 那我们整个的说把高度做到165 在总体上呢 我们把Z向的这个空间让给我们整个的 让给这个车的这个后备箱 这块它使用了三个轴程 是的 那这块的话呢 是整个的对于 因为我们总体的这个轮边的力距呢 我们达到了4500牛米 那在做到4500牛米以下 如何去 以及它整个都做到了17000转 就这么大的大力距和这样的一个高转速情况之下 我们如何来就尽量的来去让整个的集成度更高 然后呢让整个的NVH性能更好 所以呢通常的话呢 我们通常我们说在这块的话呢 有四轴程的选择 有两段轴的选择 那我们在开发直车的话呢 那我们就选择了一根轴 同时呢做了一个三轴程体系 这样的话呢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从电机的力传递到变样箱之间 那总体我们从噪音这块 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一个消除 就是说这个体系噪音会比较小是吧 对 通过这种方式它减小了 因为从电机的输出轴到变样箱的这个输入轴之间 那像如果说我们采用一般的这种两段轴的话呢 那轴跟轴之间就会采用到一个花键 那这个呢它对这个花键的这个对中度呀 以及对于花键本身的这种加工的精度要求就非常高 所以呢我们在设计之初的话呢 就是通过一根轴的这种方式 那中间我们就规避了这样的一个潜在的产生噪音的一个源头 是两根轴对起来的同轴动肯定比一根轴 一根轴要差一些 对对 然后这个专制上面有四地专制上面有这个 这个对我们不同的鞋级的设计 对不同的鞋级的设计 这个也是说我们也是从NVH的一种考量 硬软件的结合对NVH的改善 是的 然后这个就是很典型的八层变线 变线的 对这块的话呢也是我们说 对于主器来说我们来追求它的高效率 对那这种高效率的话呢 一方面我们通过整个的这个汤尔硅的这个 这个引用 那汤尔硅结合着我们整个的这个连线电机 然后呢我们把整个的这种效率区 做了一个适应性的一个优化 那使得我们这个工况效率 也就是我们相对来说用户常用的这块的效率 我们把这块的这种高效率做了一个专门的优化 那么使得呢这个 这个工况的这种效率 那么可以做到更高 那用户常用的区间主要是哪些区间 一般呢在城市工况 城市工况下 那其实相对来说是低速和低扭区 那低速的话呢主要是大概 像我们这个10的10人几的这个数比下 那大概在0到1万转 然后呢大概在0到80牛米 对主要在这样的一个区域内 其实是用户常用的这种工况 当然还有一部分呢是高速工况 高速工况呢一般上 比如说110 120的这种车数 那对应的话呢我们大概在9000转到1万转左右 那这样的这个定速巡航的时候的这个工况 那通常说这块区域的这个效率 那么它会对整个的车的这个续航里程起来一个关键性的一个作用 然后我们再看到这块就是碳环灰 对这是我们的碳环灰模块 外形它的封装方案和这个HPT类似啊 但是它这个是未来一直强调的 在去年开始一直就是一直使用的这个碳环灰 对在用的是同样子上面 对 这一块这一块方面 比如说在EMC兼容啊 或者其他的一些方面 你们做过一些什么样的 我们说我们是最早来去引用 整个的这种模块式的这个碳环模块 那我们整个整个在这款产品上面 我们用了把它 这用了这种这种封装的话呢 跟以前所用的这种IGPT的这种封装 那相对来说保持着一定的这种兼容 但是呢从电流能力上面 我们把它用到了643 就整个的相对来说 用了它的相对极限的这个能力水平 那包括在碳环 我们相对来采用了一些高频的这些控制 那整个的把它集成完以后呢 就说在这种高频下 我怎么样来去保证它的EMC的这些性能 那这也是一个考量的一个因素 这是板上的模式 对那这块的话呢 就牵涉到我们说 整个的在集成完以后 那对我们的总体上面 达到它的EMC的这个效果 我们总做特殊的这种EMC的这种设计 LCI的这种设计 实际上我们总体上面 那整个的EMC的这种性能 我们可以做到在广播平坦 做到Class 5的这种水平 对通常平坦 所以长这个汽车电子设计 是你的老本行 其实我们两个板都没有展开 我们看到就是说 整体的这个设计里头 IGPT跟整个碳环硅 其实在整个驱动控制 特别是EMC那款 其实还是有很多的这个不一样 主要是频率上有它的差异 是啊 所以说这个地方 我们其实这次 没有把它在下面一层去打开 其实在整个板级的设计上 其实在这里头 还是有很多的功力在里面 是啊 嗯 对 校长说的比较专业 我说点科普 就是以前是硅的IGBT IGBT是一个MOSPHET 再加一个三级管 对 它有两个环节损耗就大 嗯 然后 当然我理解不一定对啊 然后现在呢 变成碳化硅 嗯 是吧 你想一个东西碳化了 那就很强 黑化 它黑化了 黑化了 黑化 黑化了 变得很强 又很硬 金刚是一个碳呀 然后呢 它又不需要三级管了 就一个MOSPHET 嗯 少一个环节就效率高很多 我是这么理解 少了一些损耗 我们不对地方 请两位专家 就证一下 哈哈哈哈 更容易理解 对 所以说 该碳化就碳化 因为它很猛 所以它可以开关的频率就很高 然后等于是开关的这个某种程度上 其实因为导通损耗的搭差异不大 开关损耗 它其实可以节约很 是 我们这个频率是多少 10K 对 我们是做的相对来说呢 就是说 不同的开关频率 跟我们整个的这种 电机里面的这些 转值的损耗和它的定值损耗之间会取一个平衡 对我们一般做到在10到15开之间 我们会采用不同的这种频率 你们是变频 变频 变频控制 对 那刚刚的IGP一般会做到 IGP一般 对一般也也会采用一些变频 但是基本上控制在10开左右 10开左右 对像套耗硅的话呢 我们一般会大概在10开到15开之间 所以后面转速越来越高嘛 是的 它这个东西就是把时间切分成很小很小一块 对对 但是你转速高了 你等于每个波之间留的时间就短了 那实际上的话 你必须要开关频率要上升 当然我还是有一个问题很想问一下 就是说这个套耗硅这个模块 在用这个东西的时候 就是有想过说我用这个不用这个 因为其实整个成本差异 对 那么这里头就是值得吗 对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是从很早在2020年底的时候 我们来去 当时来去评估这样的一个套耗硅模块 当然你知道最早的是特斯拉 那么他们在这块已经引用了 但他们用的是一种一扇式的 那当时我们来去评估 就整个的这种套耗硅的模块 我们来去说在最怎么样在最短的时间内 来去应用它 那我们来去 就是当时在整个行业内 其实并没有合适的合作伙伴 那其实大家也知道 我们是跟这个国际的这个合作伙伴 安身们一起来去开发 那当时他在做这款产品呢 其实他的成熟度也不高 包括他的整个的 其实也只是一些一些样品线 所以呢我们 那我们在当时说 整个的引用了套耗硅模块以后呢 我们把总成的这个效率提升 我们总成的效率大概提升在两个点 那么使得我们整车的这个叙事里程呢 大概再提升在四个点 那这四个点的叙事里程的提升 使得我们认为 那去做这样的一个套耗硅模块 引入这样的一个套耗硅模块 那我们觉得是非常值得的 能够带来这个叙事里程的这个增加 75度电池4%就是三度电池 是的 只要你增加成本 小于三度电池的成本 是的 因为它这个 碳化硅增加的叙事里程是百分之几 它必须要乘一个电池的度数 如果电池太小 车太 车太小或者是便宜的话 它可能是不划算 但是在越大的车上 电池越大的车上 它是越划算 比如说150度电池 对 非常少 然后这个其实 碳化硅的成本跟电池的成本 也是一个竞赛 对 去年的话 那个 碳化硅的价格非常高 所以的话 这是划算的 今天碳化硅价格下来了 当然又上去了 对吧 那其实碳化硅的价格 其实应该也是在往下走 对 其实这个技术都是一样 当我们 因为今天在行业内来 我们去看 比如说应用 在主区上面 应用碳化硅已经 慢慢的成为这个 主流的 对主流的这种潮流 大家的一些共识 那整个的这种 碳化硅这种器材 我们说 它是有一定的这种规模相应 就当大家都来去用 那整个的规模起来以后 那它的成本 它就一定会下降 对 会下降 那我们这个碳化硅方案 和更早特斯拉的碳化硅方案 主要区别是什么 对 他们是采用的是离善式的 它是一个这么大 然后一颗颗颗 单管 它是一个单管 哦 二四个 对 我们是采用总体模块 这个是集成在 就分六个模块 集成在这个里面 是 明白了 这个封装跟IGBT 还是很类似 对 因为它在早期 就是说 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 因为在 在阿里亚零年底 阿里亚一年初的时候 就采用这种封装 它相对来说 因为它是从IGBT 转化过来 所以用IGBT 大家都知道 是因菲林的这个模块 那么跟它的封装 跟它的封装 保持兼容性的话 对于总体的这种 改造的这种 这种过程来 就会相对变小 所以说我们在 当时的这个主流的 这种模块 大家都采用这种封装 某种意义上面来讲 现在这个形态 是可以用 但是还没有挖掘出来 碳化硅芯片的 最佳的性能 然后最大的特点是 碳化硅芯片 两年一代 这个模块 其实按照这种格式来讲 它其实没办法比例上 是 但这个没办法 就像我们买显卡一样 应该只能买到 当时最好的显卡 对 没错 在当时那个条件下 那我们认为 这个还是最佳的一种 因为我2010年的时候 当时非常早期的时候 把那个50宏光的 油射改装了电池 我们不是做匹配吗 就说我们的这个 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 加速性能 一个什么样的续航 它就给我们三个电机 给我们选 那我 那我永远选不上最好的 那我们只能选一个 只中的 其实如果是 一直是采购的话 就会有这样子 而且 供应商有时候 不一定能给你 采用最先进的技术 要不然的话 它成本可能 搞它上不了 是的 是的 因为其实整体来讲 供应商其实倾向于 用成熟的技术 去卖一个合理的价格 那么这里头 你让他去冒险 去挑战自我的时候 他就要考虑说 我第一个我要花多少时间 多少人力 然后这个事情 会不会是你的 这个一厢情愿的想法 他能不能复卖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 他永远是希望 你跟别人一样 是的 你从追求个性 追求创新 追求发展来讲 这其实并不合适 这个是未来 作为他这个品类其实是 特别是未来的品牌 对 在整个车的病位中 是比较突出的 可能行业就满足不了 暂时满足不了 是的 对 这个其实也是 我们在未来汽车 我们来去做研发 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思考的一个出发点 我们觉得就是说 未来汽车的 我们这个车的定位 相对来说是高性能 那么高端 那么对于我们在很多的技术指标的话 我们可能会相对来说 有一定的这种引领性 包括我们说 我们从最开始 我们来去尝试 这样一个塔尔规模块 那我们觉得 只要是说 我们对车的价值 能够对用户的这种价值 能够直观地体现出来 那我们觉得 通过一些技术的创新 以及一些新材料 新工艺 那通过这些的应用 我们来去驱动 整个的这种 行业内的技术的进步 那我们觉得这就是 非常有意义 非常有价值的这件事情 对 是的 就是企业做这些事情 具有一些这个 溢出的外部性效应 正外部性 今天我们这个 看到了ET5 Touring 前后两台电驱总成的 这个拆解 感谢毕老师 我们下面就是 ET5 Touring上 体验一下 这两台电驱动的感受 这就是ET5旅行版 电驱系统的特点 高性能 高效率 高精密性和高安全性 具体搭载的车上 能不能加速强 四驱稳 噪音低 可能套低 这要开起来才知道 这两天我们也和 这台ET5 Touring一起 试驾了大概300多公里 应该讲 这是有了我们之前 拆解的这套 异步加同步组合 并且以同步后驱为主的 这套动力总成 那ET5这台车 只是加了这么大一个屁股 仍然有4秒的加速成绩 而且它的 整个后币箱的板 虽然现在看起来比较高 它下面还是有一层 它下面还是有一层的 这样的空间 因为它的整个 碳化硅控制器的前置 导致它从顶部到 这个电机轴心 只有165毫米的高度 才能够为后备箱 腾住这样的空间 在ET5并不算大的 这个身材上面 打造了这么一款 ET5 Touring 能够让这辆车 能够有更实用的配置 相信视频发布的时候 这台ET5 Touring的价格 已经出来了 经历了3万元 这个用户全异的降价 再加上ET5 Touring的价格 实际它到手应该是多少呢 大家可以把这个结果 打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里边 我猜可能不到30万 不知道我猜的到底准不准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 在中国智能汽车硅谷 观察行业变化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